准备300克的普通面粉 一小半用开水给它烫一下面 另一半用冷水来给它和面 然后给它揉成染液适中的面团 和成这样的面团 给它密封显发一会儿 准备一把洗净的韭菜 豆菜里先加一勺植物油 给它拌均匀 豆菜里给它打入两个鸡蛋 加入两勺蚝油 这样的五香粉 然后给它拌均匀 盐在最后的时候再加 把鲜花的面稍微给它融一下 就像长条 分成辣小颜色的小面积 小面积稍微给它整一下形 然后再盖它薄片 盖它这样薄的饼就可以了 然后把韭菜鲜给它铺上 然后从里头折起来 然后从里头折起来 然后这个刀反过来 这样一个生皮就做好了 把煮好的韭菜生皮给它放进去 开小火慢煎 煎至下两面金黄色就可以出锅了 出锅以后切成小块就可以吃了 韭菜鸡蛋这样做 比韭菜盒子省势又好吃 汤果面的饼特别的柔软 也好消化 内馅特别的鲜嫩 老人孩子特别的适合吃 喜欢的话你也可以试试这个做法 哇 哦 感谢观看